林依晨老男孩被劈腿霸气分手稳!感动天乡老师教学热情! 记者詹香晚台北报道,林依晨相隔四年,回归电视剧主演新剧《老男孩》,剧中她演活自信概念的英文老师林晓鸥,撞见男友出轨,不是赏巴掌反而是赏钱来个霸气分手稳,大喊你真笨!放开我这么好的女人!分手今剧引发热烈讨论。 他日前上中国节目,当起故事讲述人,表示偏乡教师徐泽峰为全村唯一儿童,放弃去镇上教书,留在村里帮孩子上课,他忍不住感慨,这是教师的职责,他们不仅燃烧住自己还照亮住别人。 林依晨表示,之前拍某部位电影,饰演偏远山区的老师,和学生们相处的真挚情谊,这次他在新剧《老男孩》又是演出英文老师,也让他对徐泽峰故事格外有感触,作为老师,不是因为他的苗圃有多大,而是因为每个学生他都在用心灌溉,以爱陪伴。 同时希望把普通人这份精神初衷,传达给更多人知道。 而林依晨在《老男孩》分手系受到热烈讨论,他透露台词是他自己家的,当初剧本上也是写《注意巴掌》,但他觉得深爱对方,却发现劈腿,不该市场巴掌结束,分手稳才是最后的温柔与抗议, 既给小三无形响亮的巴掌,他也能带助尊严潇洒离开。 没有什么会比给他一个分手稳,再说出你真笨,放开我这么好的女人更有力的姿态了。 林依晨日前上节目,对于偏乡老师教学热情十分感动。 周子提供,林依晨在《老男孩》中遇男友劈腿,直接霸气送上分手稳。 爱奇艺提供,林依晨在《老男孩》中抓包男友劈腿。 爱奇艺提供。 打掌,林依晨在《老男孩》中装作曲据那些会表示。 打掌,林依晨在《老男孩》中乐部的拍子移动提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